利用各位活动时间44位来自雪兰儿新谷毛国中的学生 来到吉隆坡增江环保战级习服区参访 团康线热身再透过影片宣导环保重要性 学生很快便学也致用 原来不叫做垃圾哦 为什么不叫做垃圾 对 因为我们还可以再用我们叫做资源 保护地球不能单靠环保志工 这一次的户外教学 年轻人学习分类 也更了解自己的责任 原来我们身边也有这样多贴在的货 是因为由我们来造成 我们去鎖自己的垃圾垃圾 垃圾垃圾我们就分类好 然后等到成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去环保在那边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的希望 老师我们都希望他们会在每个月 第三个礼拜天环保日的时候都会过来 在环保站学会分类 同学也在西服区学到如何将务命延续 我听了过我就觉得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去收回 然后可以用就用哦 短短几小时的环保体验 志工期许同学能把资源回收 爱护地球的理念带回家中落实 大海新闻 珍珊美志工信奉王日发 马来西亚报导 环保健康 人人永存 好 好